选副总统萧美琴出席亚太兼任研究基金会第二届国际论坛 自此时提到台湾拥有强大任性 强调台湾的成功对世界至关重要 但面对中国的威胁 台湾不愿走回威权 将与民主自由国家站在一块 520新政府即将上任 赖销两人都紧盯国防发展 就是我直接对指令 赖清德在520之前就相当关注国防产业发展 传途要上任之后 有意推动类似美国DAPA的单位 进行创新国防科技强化军备 DAPA成立之后 会将中原院研发目标 结合民间研究能量 促进产学合作 可能优先加速推动 自动驾驶等相关武器 甚至不排除台美军事合作 而准副总统萧美琴 也搭起双方桥梁 新政府也做好准备 面对中国对台野心不断 台湾推动创新国防科技 还要加强和美国合作 确保国家安全 三连胜郭说明会会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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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